2月11日德云社官微发布了小剧场新年首演节目单 看到满满的节目表 网友们也是非常开心 毕竟大家的快乐又来了 前几天各大乡政团体都开业了 只有德云社一直按并不动 让德云社的观众真是心急如风 跟大家预想的一样 德云社的演出队伍进行了大调整 最明显的就是张云雷的八队 几乎成了云字科的大本营 这次恢复营业的小剧场一共有六个 除了天津 哈尔滨 长春的德云社小剧场外 其余小剧场已经正常售票 天桥德云社剧场由德云二队和德云三队打理 二队占据了完场 三队则以五场为主打 而大家非常喜爱的上小局并没有被安排演出 对此大家也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 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 接下来是德云四队和五队 这两支队伍将共同打理三里屯德云社剧场 四队占据了完场的位置 五队占据了五场的位置 同样备受大家期待的朱赫松这周也并未营业 对此有网友调侃一句 靖赫兰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 而张运雷的八队来了不少新队员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云自科的宁云祥和赵云霞 宁云祥是德云社创始人张文顺的外孙 去年刚刚回归德云社的舞台 张文顺临终前脱估郭德刚好好照顾自己的外孙 赵云霞是德云社云自科的老六 虽然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浪子回头了 有人可能会说了 一共就来了两个云自科的演员 张云雷的八队怎么就成了云自科大本营了呢 这就要科普一下德云社的云自科了 目前德云社云自科的演员一共只有13人 其中有两个人还是于谦老师的两个儿子 目前还没有说相声 在目前能演出的11名云自科演员中 去掉不属于任何队伍的岳云鹏 基本上都是德云社演出队的队长 换句话说 德云社云自科的演员 一个队伍能分到一个就不错了 张云雷的八队 加上他一共有三个云自科的演员 所以说八队是德云社云自科的大本营 一点也不过分 郭德纲老师之所以这样安排 并不是乱点鸳鸯谱谱 而是看中了张云雷的领导能力和情商 知道只有张云雷才能安排好这些人 要知道 宁云祥和赵云霞虽然名气不大 却也是德云社的老人 资历太浅的队长管不了他们 张云雷作为德云社最早的一批演员 又是德云社董事长王慧的弟弟 是德云社的皇亲国戚 再加上张云雷的名气在那摆着 不服高人有罪 相信宁云祥和赵云霞也会心服口服 至于德云六队和七队 六队单独打理新街口德云社剧场 七队则出差去南京 在南京德云社剧场为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 当然这次新节目单 七队变动还是有的 五队的刘鹤安来到了七队 三队的宋浩然于小怀来到了七队 看到有新鲜血液的到来 观众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毕竟德云七队人员虽多 但布莱演出的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